字幕提供 是从哪里传来的阿曼声呢 幸福的主日 全家人坐在一起 敬献这些礼拜 他们是今天的见证人 五青年宣教会 赵英顺只是一家人 现在因为新冠病毒 环境不太乐观 但我身上疾病得到了医治 感觉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所以今年对我来说 像温暖的春 让我们听一听 赵英顺只是分享的 幸福的见证吧 大家好 我是中国大大教区 五青年宣教会 赵英顺只是 我以前在中国老家 接待着去教会礼拜 虽然在过信仰生活 但心里有很多疑问 父神和主书真的活在吗 父神会听我的祷告吗 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 在世上彷徨 那个时候我父母亲在韩国 2014年年底 我来韩国见父母 并且遇见了主任牧师 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主任牧师 他讲得到非常蒙恩 我开始读主任牧师 撰写的很多书籍 我在读十字架之道 这本书之后呢 感到很震撼 因为里面有很多 我一直想知道的内容 为什么在伊甸园 要放置善恶果 我对这些比较好奇 而这本书上 痛快地给我解答 在我心里 复燃了对新耶路三郎的火热 我想这所教会 是我可以放下心来 过信仰生活的教会 我心里特别幸福 赵英顺之士 恢复了对主起初的爱心 自从登陆本教会后 他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他作为伊玛内利唱士班成员 以及万民侍奉队队员 在接回各个地方 热心侍奉 在天国盼望中火热奔跑 其实赵英顺之士 曾经有不为人知的痛苦 我从小体弱多病 手脚冰冷 消化不好 父母总是为我担心 带我到医院 去看一些名医 他们给我开药 开厨房 我吃了那么多的药 吃的时候好像有效果 但只要断药 又马上感冒 或者是伤其他的疾病 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摸到我的手 就会问我 因为是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上学的时候 手脚总是冰冷 特别怕冷 晚上 该背着睡觉 也总觉得冷 就穿袜子睡觉 我记得有时候 穿一双不够暖和 就是穿两双袜子 手脚冰冷 在原本感觉不到冷的温度 手脚感到过度冷气的状态 手脚整天冰冷 特别怕冷 为了取暖 用力搓手也没有用 感觉有点暖和了 但很快又变冷了 我的手又很干燥 从来也不出汗 手干燥 冰凉 慢慢发黄 脚趾增生 除了护手箱直接吸收 就又很快会干燥 工作的时候 手也经常发凉 我就要自己揉一揉 打字的时候也很疲劳 人的同事们呢 给我吹一吹 这么多年来 张英顺植是手脚冰冷 被不为人知的痛苦折磨 她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发现手脚冰冷 没有知觉 摸了腿 没有感觉 摸了脚趾也没有感觉 我想这是我的脚啊 怎么没有感觉呢 这种症状越来越严重 睡觉的时候 腿经常抽筋 夜里需要睡觉 但经常抽筋 特别痛苦 手脚冰冷发麻 每天早上起床后 要按一按 如果还觉得冰冷呢 就热水泡手脚 总是感到疲倦 肩膀和身体呢 都是感到酸痛 长期折磨赵英顺植式的 手脚冰冷症 但另一种痛苦 让她的生活更加艰辛 几乎一个月会积食两三次 经常吃消化不良药 父母总在我吃饭的时候会说 多吃点 这吃点怎么只吃那么一点 因为经常这么说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 怕父母让我多吃点 这成为我的心里的压力 鸡蛋和肉 火腿 拉面 饼干 等那样的零食 都不能随便吃 不能吃干的食物 喝拿铁咖啡等含有大量牛奶的产品 会感到胃肠扭曲 即时 要避免那种食物 消化不好 那就是这里 这个心口窝 这上腐窝呢 就马上腾起来 连喝水 又感到肚子疼 疼得很厉害 所以晚上都不能入睡 每当这时 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即时之后 就会被痛苦和阵痛所折磨 但是呢 都不知道这一天 是怎么过的 打不起精神 因这样的现象 反复出现 成为了日常的事情 我就想 这是我应该经历的痛苦吧 因生只是 从小消化功能就弱 吃东西也消化不好 所以从小就经常去医院看病 肚子还扎针 扎过很多次针灸 因生只是 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呢 就要饿上几天 所以呢 我就很着急 连痛苦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招音甚至是 然而招音甚至是把自己的问题交托于父神 今年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我参加了祷告院的恩高聚会 参加了三天的恩高聚会 听祷告院院长的正道 我发现了自己 那段时间我满足于自己的信仰状态 有现在很舒服的心 我就维持悔改了自己 父啊 我会更加努力积极地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做每一件事情 不说辛苦 会更加努力担当使命 父神 我在那一段时间 一直满足于自己的信仰状态 没有努力 在你面前忏悔 当我这样流泪祷告的时候 我体验到了圣灵的火热 那时导官院院长为我祷告 我感到浑身火热 手开始发热 变暖 觉得手很暖和 我用手这样摸着 手心开始伸出汗 哇 我的手 手心竟然出汗了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周英顺职是带着一定完全得到医治的信心 参加了1月份的恩高聚会 从李守正牧师正道的瞬间开始 就像在脚上贴了热贴一样 那种感觉 在脚上打转 后来感觉脚尖和膝盖 有一股热流 以惊人的速度移动 那种热气流到脚尖 感觉是缓解发麻的症状 我脱掉鞋子摸了一下脚 脚很暖和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脚热红红的 所以感觉全身冻僵的身体得到缓解一样 活动起来也很舒服 这种感觉是第一次 由世上的方法无法解脱的痛苦 但是靠父神的全能 这么遭音顺之时的脚冰冷症状瞬间消失了 光高气会得到医治后 过了一天两天 我很好奇 是只在那天手脚暖和 还是以后会一直暖和呢 因为是小时候就有的疾病 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手脚冰凉症状 过了周五十月礼拜 又开始了新的一周 但是一周间 手越来越暖和 感觉循环越来越好 手脚感觉一天比一天暖和 我确信是得到了医治 手脚冰冷症和医治的 照应顺值是非常开心的事 还有一个见证 手脚冰冷症得到医治后 消化功能也好了 吃肉类 鸡蛋 乃制品 这样的时候呢 我消化得很好 小时候 吃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没有一次消化好 消化就是这么好 胃也是很舒服 没有这种现象 但现在即使吃很多东西 消化也很好 而且公司生活呢 也能够跟同事们一起吃饭 变得更加幸福 满满一桌好吃的食物 这是在得医治之前 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望着女儿吃饭的样子 父母的心充满幸福 以前英顺值是不准吃饭 摆好饭菜了 也说你们先吃吧 我等一会再吃 然后就会跳过一餐不吃 还有肉类 鸡蛋 豆腐之类 这根本不吃 吃一点点呢 也会出毛病 但是一月份高级会时 接受了李守哲牧师的祷告 得到医治后 特别能吃 现在可以尽情地吃肉了 而且也能很好的消化 没有任何一场 现在非常幸福 得到医治后 赵卫英顺值是告白 说过着像春天一样的温暖的日子 我重新找到了健康 因为是小时候就有的疾病 手脚冰凉 消化不凉 所以经常针灸吃药 但是长期疾病 一直以为是无法治疗 但是今年一月份 在李守哲牧师 研导的恩高聚会时 接受了祷告后 疾病得到了医治 而且消化不凉 和便秘 也得到了医治 非常感谢 我感到很幸福 今年对我来说 真是如同春天一样的意义 让得到医治后 能感觉到身体 一直是健康的状态 所以对我而言非常感谢 好像是一个 如温暖的春天一样的日子 现在手脚不凉了 也不麻 消化也很好 非常幸福 阿富神的极大劝能 我能如此健康生活 感谢亲爱的主的牧师 李守哲牧师 宴长 为我祷告 让我得到医治 我爱你们 无论何时 都和我们在一起的 如神的爱 让我们的心更加温暖 靠着赐给我们 心力量的主的爱 我们的生活一天 真是一天 时刻怀揣我们的父神的爱 全能的体验 使我们的信心 日理加征 向着新耶路撒冷 不停前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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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